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宿的 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秦总 我听说宋总找你了 你没过个真的 竟然想顶替了我上司 做上市长部总监的位置 你不也想通过我的人脉 去到KL任职吗 只要事情办好了 如果是新款的 KL任职务 就会向你招手 齐斯乐 咱俩緣分不浅呢 帅哥 玉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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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 二 一 真的谢谢你为我引荐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就请你吃个饭 好啊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我老公说要来接我 怎么有些也是吗 下次一起请 拜拜 拜拜 我没空也不用废要找个哪里子去吧 刚刚那个人谁啊 我朋友 嗯 嗯 干嘛的 不清楚 不过好像挺厉害的 今天看展有收获吗 当然了 你知道吗 龙大师居然亲自来了 天哪 天哪 说起这个 我可得好好地感谢一个人 感谢谁啊 就是我刚刚那个朋友啊 他跟龙大师交情很深 所以他把龙大师单独约出来 跟我见面呢 那你这个朋友真的挺厉害啊 可不是嘛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 向龙大师请教 这对我真的是太有帮助了 而且你看 他还帮我跟龙大师合照了 快看看 我开车了 天哪 回头我一定要把照片洗出来 挂在墙上 没这个必要吧 他拍照又不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你看都没看 那就你不上机 拿 看看 就你厉害是吧 就你厉害就你厉害就你厉害 嗯 你 你在干吗 我那个 太热了 吹空调 那我 虽然你不喜欢我客套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 非常正宗的那种 你睡沙发那我今天晚上睡床啊 随便 行 反正咱俩给挨着就行 好 门就不用关了吧 说吧 故地重游你有什么阴谋 想什么呢 这是我家 你家 你家 我这个人嘛 不太喜欢跟我家里那些人住在一块 所以 就在酒店长期包住了 挺野啊 我看你不是不喜欢住家里 是为了晚上方便出去浪吧 你能不能别总把人想了 那么 我家那些事 以后有空再慢慢告诉你 先不说那些破坏气氛的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 给我什么 你刚不是说我有什么东西烂你这吗 我发现你这边嘴里真没一句使唤 先把眼睛闭上 我不 也行 表白仪式正式开始 什么什么玩意 浩宇婚宴那天之后 我仔细琢磨了很久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我对你走心了 疯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 以前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我内心深处 其实一直渴望 有个人可以拴住我的心 我觉得 咱们俩也不用再绕弯子了 我知道你肯定对我也是有感觉的 所以 要不我们就在一起试试 我到底有没有东西烂你这儿 没有的话撤了 真有 来 整整二十八件礼物 代表着我和你错过的二十八年 这二十二件礼物是我对你二十二个生日的弥补 这些年你落在我这儿的东西 今天一次性给你不起 未来的每一个生日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我知道 你觉得我这个人不靠谱 给不了你安全感 但你要相信 你值得我为你的人做 我只是恨我自己 没能早一点认识你 所以用这种方法弥补遗憾 希望你接受我的心意